西方史学史 马迪尔与奥拉尔的分歧表面上说是由于马迪尔推崇罗布斯皮尔 而其实受扬担动 他甚至此看却反映了两人对法国大革命政治军事宗教等方面的不同看法 马迪尔尤其不满于奥拉尔对经济问题和人民群众的忽视 他团结了一些观点相同的史学家 其中有不少是他的学生 形成了一个马迪尔学派 开放了从社会原因的角度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传统 不过马迪尔对法国大革命式的研究受到了奥拉尔斯的影响 奥拉尔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经济社会长期演进的结果 因此他十分重视从经济社会方面来解释法国大革命 马迪尔在奥拉尔斯的研究基础上分析了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最高限额 增调 通货膨胀 借款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等问题 考察了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斗争 令人幸福地证明了城市下层人民在大革命中的作用 确立了从下层研究法国大革命式的方向 为此做出质负责的还有勒菲福尔 我说马迪尔奠定了学派的基础研究方向 那么勒菲福尔则在原则和理论方法上成为该学派做出重大贡献 菲勒芙尔也受到饶洛斯的影响 认为自己是饶洛斯思想上的门生 对马迪俄菲勒芙尔认为 他虽确立了下层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方向 但却护士了农民 由此 罗菲芙尔通过分析广大农民 真正做到了从下层 把经济和社会因素放在首位来研究法国大革命 其书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诺尔郡农民 正式体现了这种主张 此外 勒菲芙尔还用集体心理学的方法 对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心理进行了分析 从而开创了法国大革命精神状态 是研究的新领域 感谢关注西邦诗学史